今天來到銅鑼灣 就是因為我身後的這間法國朱古力 來香港開它第一間pop-up cafe 各位朱古力迷想知道有什麼好東西的話 跟我來吧 這個手工朱古力 是由法國朱古力大師出品 一向以網上銷售為主 今次就在時代廣場 開始約半年的pop-up店舖 香港都算是第一間 在全球方面 這個品牌第一次的實體店 其實朱古力方面我們有26款 而每一款上面都有一個不同的號碼 去識別不同的口味 除了買朱古力之外 我們另外還有咖啡有咖啡買的 店內最特別的就是粉紅特飲 它用上近年最新的全天然粉紅色朱古力 Ruby Chocolate製作而成 這杯就是Ruby's Drink 一放上桌已經很大股柚子味 因為它表面有些泡沫 是柚子泡沫 我現在就試一下 這杯Ruby's Drink 又沒有想像之中那麼甜 而且它表面有些柚子泡沫 有些酸酸微微的感覺 就中和了它的甜味 也挺好喝的 店內的單品咖啡 運用了埃塞俄比亞的咖啡豆 並在香港自家烘焙 朱古力咖啡用上自家品牌的黑朱古力製成 相比坊間的更加濃郁 奶味重的咖啡配上甜度較高的朱古力 真的很適合 而這四款朱古力就是最新出品 這款用了法國辣椒製作的就最特別了 它每一款朱古力都是夾心的 而裡面吃下去的辣椒又不會很刺激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它還有少少好像辣椒粉在裡面 它吃下去一點都不覺得辣 但到喉嚨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有少少的辣可以接受 而且挺有趣的 手工朱古力和飲品的價錢上算合理 朱古力埋不妨一試